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把风扇插到客栏机的排烟孔后面 插了以后我们可以自己用胶带把四处的边缝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排烟管插到上面 然后这个排烟管的长度一般在两米左右 我们可以把排烟管拉长伸到窗户 白色的接头我们可以把这个接头接到客栏机后面的两根水管上面 我们的这两根水管一般是一根长一根短 我们把这个短的这一根接到水泵的白色插头上 好了 接好以后我们把水泵放到水桶里面 接好以后我们把水泵还有这两根水管一起放到水桶里面 我们在家里 把线头割出来然后两个头拧到一起 拧好以后正常的话我们可以用胶带缠一下 接好以后我们把另一头接到水管上面或者是暖气管道 或者是地底下都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资料袋 资料袋一下 另外一张是我们的视频安装调光 然后是一条打印线 一条电源线 一个我们软件的加密组 然后我们打开电源线 把电源线的一头插到客栏机的220 插头上面 接好以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插牌 准备一个多口的插牌 然后我们把电源线插到插牌上面 把风扇的插头插到上面 水泵 好了 现在我们安装电脑与客栏机连接的输机线 就是打印线 并红的打印线 现在我们把它的包包装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的打印线有两个口 我们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两个口是不同的口 我们把这个口插到客栏机的主板上面 插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另一个头插到电脑主机的打印口上面 插好以后 我们可以用螺丝刀 把两头的螺丝拧到上面 以免它不小心掉下来 现在我们安装客栏机的排版软件 我们取出光盘 把光盘放到电脑的光区里面 然后我们把加密口插到电脑主机的USB接口上面 加密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